全世界最快的十种犬类生物 第十名 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是通过南北德各优良品种杂交后的综合产物 他们最初的工作就是把数量极大的畜群围龙在一起 智商排在犬智商排行榜的第三名 是特别聪明的狗狗 还一直都被人们称为天然锦犬 德国牧羊犬拥有超敏锐的感知能力 就拿他们的听觉来说吧 足足是人的十六倍 他们警惕性高 适合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 他们也经常被委派参加各种不同的任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 德国牧羊犬灵敏的听觉和刚毅的任性就对搜索 探路 侦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当时的军队通讯联络部门里 常用德国牧羊犬执行战地通讯联络任务 同时还会利用它的追踪 寻找能力 在战场上寻找伤员 他们行动的时候胆大凶猛 寂静灵活 敏捷轻快 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48公里 作为军权随军的他们 曾立下赫赫战功 而在和平年代的他 对主人非常的忠诚 在全世界范围 以军警犬 搜救犬 导盲犬 及家阳宠物犬等身份活跃 他们还成为了影视明星 在许多电视系列片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深受人们喜爱 特别是令青少年朋友痴迷 现在 德国牧羊犬已成为分布最广 最受欢迎的犬类品种之一 第九名 杜宾犬 杜宾犬原产于德国 是一种中行道大型犬种 他们的性格活泼警惕 坚定机密 杜宾犬肌肉结实 具有极大的耐力和速度 体型外貌极为优美 日常活动也总是抬头挺胸的 给人一种傲视一切的感觉 就是不容易与别的犬相处 他的智商在所有狗中排名第五 所以特别容易训练 但他对主人的绝对服从性 注定这一犬种是天生的军人 最佳的边防是边防战士 执行任务的首选 现在的杜宾犬 现在在警犬的岗位上 表现得很出色 他们的肌肉和耐力 使他们成为各种工作场所的 最好选择 他们的奔跑速度 可达到每小时51公里 是极勇猛 智慧 灵敏于一身的优秀犬种 但培养杜宾犬的目的 绝大多数是用于工作 尤其是军警部门使用率更高 极少有私人私养 除非是场况 工地用来看护设备 他们一般需要非常大的活动空间 因此不太适合家庭公寓饲养 第八名 法老王猎犬 法老王猎犬是一种古老的犬种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 这种狗狗与古埃及法老王脱不了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 法老王猎犬是古埃及猎犬的后代 之后 他们又被带到了马尔他 在这里繁殖培育了将近2000年 如今 马尔他共和国不仅将法老王猎犬定为国犬 还将他的形象刻在隐蔽中 可见这种狗狗的地位是如此之高 由于法老王猎犬的颈部较长 而且肌肉也十分发达 这使得法老王猎犬 每时每刻 头部都是高高昂起 显得格外的骄傲 作为一位精致的狗绅士 法老王猎犬的身材 管理的也非常不错 我们会发现法老王猎犬的身体是没有一块多余的坠肉 非常的精壮 法老王猎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 和其他依靠视觉捕猎的狗不一样 法老王猎犬主要是通过视觉与听觉 以及嗅觉来进行捕猎 后来人们发现法老王猎犬的各个方面 都更适合捕捉小型猎物 于是便把法老王猎犬专门训练成捕猎兔子的猎犬 甚至还有兔子狗的称号 这种狗有一个特殊的特征 就是会脸红 它们在兴奋或者高兴的时候 耳朵和鼻子就会变成亮粉色 特别有意思 第七名 苏鹅猎狼犬 长长的锥子连长在人身上 可能只会发生惨剧 但是长在狗狗身上 却会显得非常华丽 别有一番贵族气质 而苏鹅猎狼犬 就是据说是脸最长的昔日贵族 也常被叫做俄罗斯猎狼犬 以及波索尔猎犬 苏鹅猎狼犬既强壮而又敏捷 不仅能够捕猎野兔 狐狸 鹿 野猪这类常见的猎物 还可以与凶恶的狼进行搏斗 甚至活捉它们 它们比狼奔跑速度更快 时速可达58公里每小时 而且生性敏捷 一般都是成对出击 会咬住狼的脖子 直接摔到底上 它主要依靠视觉 而不是嗅觉捕猎 正是它的这种优点 细跳的体型 以及活泼的性格 所以常被俄国革命前的帝王 以及贵族 用来捕猎狼 俄罗斯猎狼犬 高贵从容 强壮勇敢 精力旺盛 但往往只对主人亲热 对孩子不是很有耐心 对陌生人冷淡 甚至不友好 对其他犬类有攻击性 不太愿意独处 平时散步的时候必须牵好 不然它可能会去追逐其他小动物 第六名 大麦亭犬 大麦亭犬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斑点狗 起源于16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大麦亭上 它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大麦亭犬出生的时候 其实是纯白色 没有斑点的 一段时间后 幼犬身上出现轻微的斑点 随着逐渐长大 斑点也变得明显 并称为特有的标志 曾经大麦亭犬以消防犬而闻名 他们经常出现在老式广告 和乘坐消防车的广告中 在没有机动车的年代 当地的人们会散养一些鸡 狗 猪 羊等家畜 在消防马车出行时候 大麦亭犬会负责将挡在马匹车前的动物区走 并负责看护马匹和消防设备 是消防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至今在北美很多消防部门 仍然用大麦亭犬做吉祥物或公关形象大使 消防员们更是喜欢用斑点狗做自己的宠物 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过去的光荣历史 在生活中 大麦亭犬非常喜欢运动 大麦亭犬原产地南斯拉夫 具有极强的耐力 而且奔跑速度相当快 以致成年的大麦亭犬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2公里 他们后居有力 拥有平滑且清晰的肌肉 大麦亭因为拥有出色的奔跑与饲药能力 所以也经常被用作比赛犬 第五名 杰克罗素梗 杰克罗素梗犬是一名叫杰克罗素的牧师培育出来的 名字也由此而来 当初培育它主要是为了捉狐狸 它们原本只有黑色和白色 后来进行了全种改良 才有了现在的杰克罗素梗犬 杰克罗素梗的体型非常小 它们的身高一般就在38厘米左右 体重不到20斤 是今天的排名里最迷你的狗狗了 但你可千万别因此小看它 杰克罗素梗体型虽小 爆发速度却相当惊人 奔跑速度每小时可达到62公里 杰克罗素梗敏捷勇敢 在打猎上的造诣丝毫不输其他猎犬 别看它体型小 攻击性还是蛮高的 而且杰克罗素梗对于挖洞这件事情 好像特别执着 每经过一个地方 它都得停下来挖一个洞 简直就是挖掘基本机 不愧是为了捕猎狐狸而生的扛把子 大多数情况下 它对主人还是很温顺的 而且还特别碾人 对主人也很忠诚 每次去打猎的时候 都会和主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会离主人太远 这样就算主人遇到危险了 它也能及时赶回来保护主人 当然这个品种也非常依赖于高水平的锻炼和刺激 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训练 这种狗可能会变成一种喜怒无常且带有攻击性的恶犬 第四名 维兹拉犬 维兹拉猎犬被誉为匈牙利的国犬 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 是一种美丽优雅的猎犬 通常被称为银色幽灵 因为它们的外表和动作就像幽灵一样优美 维兹拉猎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度濒临绝肿 使爱犬人士在二战后带着仅剩十几只纯种维兹拉犬去治澳大利亚 经过苦心繁殖之后又再度传到世界各地 维兹拉猎犬是一种中型短毛猎犬 它的身高可达64米 体重可达50斤以上 它们是天生的猎人 捣猎能力和觅食能力都相当的出众 在高速奔跑时 维兹拉猎犬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是猎手非常出色的帮手 但是这种狗狗性情非常敏感 它们不像大多数的狗受到严厉斥责的时候会害怕 维兹拉猎犬在面对严厉的训练时 情绪可能会比较激动 简单点说就是面对维兹拉猎犬 需要对它们好好说话 不要对它们呲牙咧嘴 它们不吃这一套典型的吃软不吃硬 脾气比较刚烈 第三名 阿富汗猎犬 阿富汗猎犬拥有一身飘逸的毛发 高贵的外表和优雅的身姿总让人印象深刻 带出门回头率超级高 还拥有女神狗的称号 事实上 在国外 尤其是在欧洲 阿富汗猎犬一直很受贵族们的欢迎 在英国它还是专供皇室饲养的猎犬之一 阿富汗猎犬身高70厘米左右 体重25至27公斤 是原产于中东地区的犬种 由于它体型高大 并且奔跑速度很快 常被牧民用来狩猎领养 而且经过专业训练的阿富汗猎犬 还可以用来狩猎更大的动物 比如豹子 灰狼等猛兽 保护牧民饲养的牲畜 也是由于它长期作为猎犬饲养 阿富汗猎犬的基因里带着野性 平时看到猫 鸟 猫属小动物的时候 它会不假思索地冲上去 并且 阿富汗猎犬还有点神精致 一旦发起狂买 连主人都很难通过口令去驯服它 带到什么就咬什么 要知道 它奔跑起来 是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的时速的 所以 在很多国家 它都被列为禁止饲养的猎性犬种 第二名 萨鲁基猎犬 依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资料 萨鲁基猎犬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已知家犬 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古代埃及 这种小狗在古代埃及 非常受到人们的尊敬 它们温和 高贵 独立且忠诚 古代的宫廷 会饲养它们当宠物 并在它们死后 做成木乃伊 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眼中 萨鲁基猎犬被称为真主的礼物 它不仅可以留在帐篷内与主人一起吃饭 甚至能骑成骆驼保护脚掌 以免被热杀烫伤 萨鲁基猎犬的体型修长 就像卓越的运动员或舞蹈选手一样 强壮而且相当平衡 作为沙漠环境中的猎犬 萨鲁基猎犬必须拥有过人的速度 它们的长爪能抓住沙子 就像带有钉子的足球鞋一样 而它们鲜瘦的身材也有助于奔跑 就连头部都符合空气动力学 曾经有人让一只萨鲁基猎犬去追一辆汽车 在长达三公里的追逐距离里 它的最快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8公里 萨鲁基猎犬不适合一般的家庭饲养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运动 它的狩猎天性非常强 容易紧张 敏感 一旦脱离控制就很难被换回 而且它不喜欢传统的犬类运动 比如说追逐木棍和找回玩具等 它需要一个精力旺盛的主人 而且要能给它提供自由奔跑的场所 第一名 灵蹄犬 灵蹄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隔离犬 是一种原产于中东地区的品种 它们身体结构优美 行走时不太流畅 作为古老的犬种之一 形体从古至今都没变过 是极难得的纯种犬 近代世界公认澳洲的灵蹄 最为优秀 各国的赛口基本上都选自澳洲 成年后的隔离犬体重在27至32公斤之间 身高68至76厘米上下 细长强壮的四肢 加上强大的肺活量 为它提供了高速奔跑的条件 隔离犬奔跑起来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最快冲刺速度每小时72公里 在陆地上 它的奔跑速度仅次于猎豹 比汽车在城市里行驶的速度还快 是全世界公认奔跑速度最快的猎犬 它喜欢追逐所有运动的物体 不论是田野 沙漠中的猎物 或者是跑道上的机器兔 又因为灵体犬 拥有远超猎豹的运动耐力 在长路程奔跑中 堪称陆地最强 所以经常会在野外 遇到灵体犬追杀猎豹的可怕场景 另外 灵体犬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特点 就是 它们通常不认人 也没有看家护主的习性 属于哪里有吃的 就跟谁走的那类 这就导致灵体犬非常容易走失 且不易找回 而且灵体犬还是一种非常怕冷的狗狗 它们大多喜欢慵懒地躺在温暖舒适的地方 平时也不太会跟着主人进行户外活动 但是 一旦发现猎物 或者让它玩耍的东西 它又会表现出 令人吃惊的速度和灵活性 因为潜在的危险系数较高 所以灵体犬 还很多国家也属于禁养系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 十种速度最快的狗狗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